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 下面由我来给大家介绍 油料的加工技术以及应用 我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河南工业大学粮食加工 国家工程实验室的马川国 下面我们从五个方面给大家介绍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什么是油料 我们所谈的油料是植物油料 油料的定义是这样的 任何植物种子都含有油脂 通常我们将含油量在10%以上 而且取油效率在80%以上 这样的植物种子称之为油料 比如说大豆 菜籽 花生 油棕 都属于这一类油料 油料我们可以分类 一般依据这两种进行分类 第一种根据油料的来源 我们把植物油料分为草本油料 草本油料就是一年生的植物种子 比如大豆 花生 油菜籽 它属于这一类油 另外一类是木本油料 它是多年生的换物 强物 例如棕榆 椰子 包括橄榄 都属于这一类油的 第二种分类形式 就是它的含油料的来源 一般我们把油脂分为低含油的 它的含油在10%到30% 这样油料我们称为低含油的 低含油料比如大豆 包括棉子属于这一类油的 第二类就是中含油的 中含油料一般含油在30%到45%之间 比如说葵花籽 鸭麻籽都属于中含油的 再一类就是高含油的 高含油料包括芝麻 花生 油素 这一类油脂 它的含油量在45%以上 油料除了含油脂之外 它含有其他的主要成分 那么它含有的成分 一就是油脂 那么全子含油的一般油料当中含有10%到50%的油脂 那么油脂呢 它是一般的油料当中 95%都属于中性油脂 第二类是蛋白质 全子含蛋白质一般在5%到10% 比如说大豆我们比较熟悉的 它含油脂的蛋白质 它的蛋白含量在30%到50% 那么第三类物质就是碳水化合物 碳水化合物又分为糖类 也就是一些可融性的糖 再一就是粗纤维 一般含糖在8%到25% 含粗纤维在3%到20% 那么第三个 第四个主要物质就是水分 因为植物种子里面都含有锁 一般全子含水分在6%到15% 第五个就是矿物质 矿物质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灰分 那么这类物质呢 我们说有一些是以无基岩形式呈现的 它的含量在1%到6% 这是第五类 第五类就是其他的一些成分 这类成分非油量而定 比如说葡萄糖蛋 这类物质呢 在菜籽里面 在芥籽里面含有 再一类呢 其他物质呢 就是什么呢 就是一些 比如说色素 比如我们说的液绿素 类活绿素 比如说棉分 另外 油料当中呢 它含有一些毒素 比如说黄泉毒素 这个呢 在花生里面含的比较多 特别是煤变花生里面含有 因此呢 大家呢 对于煤变花生来说呢 在食用的过程中呢 一定要切记 不要食用这个煤变花生 这是我们谈的第三个问题 那么第四个问题呢 我们先来讲一下世界大宗油料 那么世界上呢 有八大油料 也称为大宗油料 第一个油料呢 就是大豆 那么大豆呢 这种油料呢 占世界总产量的二分之一 达到了两亿八千五百多万冬 那么大豆的主要生产国呢 集中呢 美国 巴西 阿根丁和中国 那么大豆油呢 原来是第一大油原 现在呢 区域第二大油原 那么通过大豆呢 制取的油脂呢 达到了四千 这个七百多万冬 那么大豆属于低含油量 那在大豆取油的过程中呢 我们采取的更多的是直接请出公民 这张图片呢 这张图片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 它是一些大豆和大豆的豆家 那么第二个大宗油料呢 就是宗 那么宗里呢 它是热带油料 在我们前面已经介绍了 它是多年生的乔木和灌物所得到的种子 那么油中果呢 这种油料呢 它比较特别 那么它果肉里边 含有这个油脂 那么果仁里边呢 也含有油脂 果肉里边呢 一般含有百分之五十到五十五的油脂 那么把果肉的油脂呢 我们称之为棕里油 那么把果仁里边得到油脂呢 称为棕里油 仁里油 那么棕里油和棕里银油呢 今天之后呢 都可以使用 目前呢 由于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 大力发展棕里的种植 它已成为世界第一大油盐 那么棕里油的每年的产量呢 达到六千五百多万斤 那么第三大油盐呢 是菜籽 那么油菜籽呢 占世界农产量的百分之十二 达到将近七千万斤 那么油菜籽呢 主要生产于呢 印度 中国 加拿大 那么 原产的油菜籽呢 它属于呢 双高 高 芥酸的菜籽 芥酸成量呢 达到百分之五十以下 那么对菜籽 汁油呢 无通常采用呢 倾助 倾助 自由的方法 那么 哈越类菜籽呢 称之为呢 像卡罗达油齿 即双低菜籽 这是 加拿大育种学家呢 育出来的种子 目前呢 世界上呢 比较多的菜籽呢 是这种卡罗达油齿 那么 油耳当中的 芥酸含量呢 小于呢 百分之一 二百分之一 第四类呢 叫做葵花籽 那么 葵花籽呢 原产于呢 这个 乌克兰 墨西哥 秘入了中国 它的产量呢 达到了 四千两百五十万多万公斤 那么 菜籽的这个葵花籽呢 含油呢 达到百分之三十五到四十 那么 葵花籽呢 他 他有一些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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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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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呢 葵花籽呢 我们采用呢 预榨请出的方法 第五类 油耳呢 就是 棉子 那么 棉子呢 在世界油耳中产量的百分之八 达到了 三千九百多万吨 那么 棉子呢 主要产于呢 中国 美国 印度 等一些国家 那么 棉子里边呢 它含有棉分 尽管棉子的蛋白呢 比较优质 但是 应用起来的比较困难 那棉子呢 它属于低含油料 通常呢 我们采取的 预赞 或者直接 请出的方法呢 进行制油 第六大油料 就是花生 那么 花生呢 它含油呢 一般在百分之 六十八到七十二之间 那么 世界花生的产量呢 达到了三千七百多万吨 花生含油呢 花生和含油呢 一般在百分之四十到五十一之间 它含有丰富的油脂 和优质的蛋白脂 具有天然的香味 所以 吃取花生呢 我们可以吃取一些 农香花生油 那么 花生油的吃取方法呢 可以通过 预赞清除 和 这个低温压散的方法 来进行制取 那么 七大油料呢 它属于热带油料 也就是 椰子油 那么 椰子油呢 是由椰干 椰肉呢 给它制作为白色的 或淡黄色的油脂 那么 椰干含油呢 是比较高 达到百分之六十五以上 那么 椰树呢 它是生长在恶代地区 那么 椰干含油呢 采取压榨的方法 目前呢 到现在呢 这个 它它使用了 对生产度 了解 比较高 问题 所以 它是 不仅应该 这个 现在 它是 一变币的 可供食用的高档次橄榄油是初熟或成熟的鲜果压榨之得的 橄榄油的产量每年有三百元 以上我们介绍了世界的八大油原 关于油料我们就谈到这里 第二大问题我们来谈一下油脂 什么是油脂 我们给油脂下一个定义是这样的 油脂是干油三脂肪酸的一个统成 纯净的油脂是由多种脂肪酸与干油所形成的一种脂类混合物 我们习惯上把在常温状态下液体称为油 在常温状态下从固态形式产生我们称为脂 所以我们通常说的油脂就是这样来的 比如说大豆油、花生油都是液态肪酸 比如说动物油脂、猪油、牛油在常温下是固态肪酸 那么油脂我们也可以给它进行一下分类 通常我们根据它的来源来分给它分为三类 一类就是持物油脂 这是主要我们谈的 除了持物油脂之外 我们从外界得到的还有动物油脂 还有微生物油脂 这是我从来源上分的 如果说从它的干燥能力上来分呢 油脂就分为不干净油、半干净油和干净油脂 那我们使用的油脂基本上都是不干净油和半干净油脂 那么干净油脂基本上是用于什么呢 用于工业使用 比如说童子油 可以作为油漆 在空漆中容易结膜 这就是干净油脂 那么关于油脂的组成和它的结构 我们通过这个分子势就可以看到 我们说它是由一分子的干油 也就是饼三纯和三分子的脂肪酸 那么脂肪酸它是不同的 得到了化合而成的一个干三质的分子 我们就得到了油脂 那么油脂的性质 我们主要谈一下它的化学性质 因为化学性质跟我们在加入过程中 在食用过程中是有关联的 那我们主要谈它四个化学性质 第一就是油脂的随解 油脂它具有随解作用 那么我们前面说了 油脂是由一分子的干油和三分子脂肪酸 它结合而成的 那么反过来说 我们在随解的过程中 有水的存在下 在适合的条件下 油脂分子可以随解成干油和脂肪酸 这个反应也正是我们用油脂的生产脂肪酸的一个基础 这是油脂的随解 另外油脂还可以造化 也就是我们的造化反应 那么油脂通过加减之后 可以生成脂肪酸钙 所谓的脂肪酸钙 就是我们所用的肥皂造成的来源 那么在形成的过程中 也形成了干油 前面的随解是一个可逆的反应 这里的造化是不可逆的 要不然油脂造化之后 不可能再形成了反过来形成油脂 这也就是我们用油脂生产造机的原理 这是我们介绍的第二个化学性质 第三个化学性质 就是它的加成反应 油脂是由脂肪酸组成的一类物质 脂肪酸通常都是18碳的脂肪酸 脂肪酸它的碳戒有不饱和的双戒 那么我们要通过的加成反应 给它形成的饱和的双戒 通常可以进行加氢 这个反应就是一个油脂氢化的原理 我们通过加氢 把不饱和的双戒 形成饱和的碳戒 这样就可以使我们的油脂进行改气 可以提高它的抗氧化能力 这也是油脂改气的一个手动 这是我们盘的第三个化学性质 那么第四个化学性质 就是油脂的氧化 油脂的氧化 那么油脂的氧化分为化学氧化和空气氧化 那么在三年我们的油脂的氧化 空气氧化又分为它的自动氧化 光氧化和雷醋氧化 那么氧化是我们油脂 这个科研工作者的一个对于油脂研究的一个课题 我们研究它就要研究它抗氧化 因为油脂氧化之后它会使油脂拌放 使油脂发生分解、聚合 以及发生一些酸败 造成一些哈拉瓦 那么酸败的油脂、氧化的油脂 是不能使用的 这也是我们介绍的油脂 它有四个这么主要的化学系统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介绍一下 油脂在加工过程中的它的智取工艺技术 智取工艺技术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油脂就是从油料生产出来的油脂 它经过这么几个环节 第一个就是它的预处理工艺 所谓的油脂的预处理工艺 就是将颗粒状的油脂 制备成适合于取油的料配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对颗粒性的物料进行清理 进行剥壳 有壳的进行剥壳 进行软化、进行砸黑 那么如果说我们对它直接清除的话 直接进行干燥或者膨化 如果说我们对它进行压大取油的话 把深胚炒成输配 这里我们强调的 就是如果说对于直接请出的话 我们就可以作为深胚 那么如果说我们做成其他的 对于寝出物料来说 我们做成深胚和膨化物料 对于压大取油 我们可以给它做成熟配 把深胚给它制熟了 这是我们谈的它的预处理工艺 那么对于这 我们的回花子由来说 它预处理工艺可以看到 首先呢 回花子要经过什么呢 经过呢 这个出刀 完了之后呢 经过破碎剥壳 破碎剥壳 完了之后呢 经过人壳分离 最后呢 经过杂配 经过真撒 之后呢 得到输配 那么前面说了 或者熟配 或者膨化物料 那么要通过一些方法呢 把油脂取出 制取出来 那么压大的方法呢 就是油料呢 在预处理工具当中呢 制得了深胚 通过高温之后 炒制成熟胚 在利用炸油机的进行 这个机械体下 得到油脂 那么从这个工艺上 可以看到 也就是说把深胚炒出了之后 通过炸油机 压榨 得到了我们的毛油 那么在这里呢 需要说明的就是什么呢 我们所得到的毛油呢 它属于呢 吸炸毛油 那么压榨的方法呢 更多的是 对于中高温油量呢 进行压榨 进行压榨 那么这张图片呢 就是一个炸油机 在炸油 那么得到了油脂 油脂在经过过滤之后呢 得到出尺 那么这也是我们区花子 压榨的工艺流程 这是一种去油的方法 是通过机械 压榨的方法 或者说我们通常说的 物理的方法 得到了一种油脂 那么对于大陆来说呢 在汽油的过程当中呢 它与亏花子呢 有所不同 但预处的工程呢 它是相同的 那个亏花子呢 我们可以看到 汽到这个大陆呢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原料呢 一个 我们目前呢 加工的原料更多的是 美国大豆或者巴西大豆 这两样图片 那么通过呢 对它进行调制 进行软化 我们可以呢 在进行破碎 得到呢 这样的 大豆的破碎力 分离出来豆瓶 经过下面的加工 这已经把颗粒状大豆 破成小颗粒的这块了 那么我们在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所使用的 主要的设备呢 有震动塞 有破碎机 那破碎的动力呢 再经过压配 再经过的膨化 可以得到什么呢 得到配配 这就是我们的压配机 把颗粒状的物料呢 压成活的皮片 活的皮片 利用去流 另外呢 我们把黑片呢 可以进行呢 挤压膨化 得到这个膨化的物料 那膨化的物料呢 一般呢 它的密度比较高 它的空隙度比较大 所以说 咱进出的过程中呢 是比较利于去流的